感谢主 很开心能够看到 每一位大兄姊妹 在我们的当中 福慧节快乐 我们不可以握手 但是我们可以打招呼 跟你在隔离前面后面的人 打个招呼 祝福他们福慧节快乐 Amen 我们都很欢迎 很欢迎每一位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 回来教会的 我们非常欢迎你 虽然我们是认识 但是可能已经很久没见 但是我们相信 在主的里面 我们仍然是一家人 Amen 能够看到大家 今天其实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Amen 感谢主 报告就是星期三的查经班 会开始一个查考一个针缘 一个Thomas大兄 会带领我们查考那个针缘书 我相信应该是这个星期或者下个星期 就会开始的 如果你们想知道更详细的 你们可以打电话给Henna Henna或者Thomas 他们会给你们更加清楚的资料 每个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的一个小组 就是不同的时间 如果你们没有参加小组的呢 我们要鼓励每一位 你们能够找到任何一个小组 适合你们的 或者是靠近你们的 最好是找靠近你们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将来就算是我们会在线上的小组也好 或者我们回到现场的小组也好 如果你找靠近你附近的小组的话 有时就算不是每个星期有现场的小组 我们都会最少一个月一次这样 或者会都会有一个延长的小组 或者两个月一次都会延长的小组 意思是说如果你找一个靠近你自己 靠近你自己的区的小组的话 那就对你来说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比较容易一些 所以没有小组的大型致命呢 我鼓励你们要参加小组 因为小组就是将教会化细 教会是大的一个大肢体 而小组是一个小的肢体 在大的肢体里面有小的肢体 在小的肢体里面有大的肢体 这样教会里面的大型致命呢 就能够有自己 能够有一帮比较了解 比较清楚 比较明白 自己的一帮的人在当中 能够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帮助 彼此的关顾 彼此的关怀 这个很多的工作都是需要在小组里面做的 因为牧师一个人是没有可能 关顾了整个教会里面所有的人 所以就是小组里面 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工作 就是关怀的工作 如果你在小组里面的时候 那你就能够 至少在你的小组里面 你能够有一帮人 能够在背后支持你 扶持你 鼓励你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能够为你讨告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他们在当中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为你代讨 所以小组是非常重要 那当然星期二的讨告会 或者刚才回来的大英之媒 你们不是很清楚 我们星期二的讨告会 是每一个星期都有的 已经开始了好几个月 如果你们要知道上哪条线 因为星期日的线 和土告会的线 和小组的线是不一样 小组的线呢 你们要找小组的组长 小组的组长会将那个线给你 那土告会和星期日 聚会的线呢 你们可以从我们教会的周刊里面 每个星期我们教会的周刊都会在我们这个网站里面发出来的 这个是其实很多有大英之媒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翻译去做出来的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去看 最少知道里面有一些的见证 每个星期有一些的见证都会放在里面 每一个星期有一些的报告也都会放在里面 所以最少你下去看里面有所有的网站 那个线和我们的电话号码全部都在里面 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 感谢赞美主 Amen 今天是復活节 但是我要讲的信息 是要讲愉悦节 要讲一个受难节 和一个復活节 一般上我也不会这么做 一般上復活节 我会讲復活节的信息 但是今天我觉得 我的感动 就是这种愉悦 受难和復活 放在一起 让我们看到一个比较 complete的一个 picture 比较完全的一个画面 一个比较清楚的画面 所以我们多谢赞美你 今天早上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 求主你能够让我们感受到 在一个愉悦 在一个受难 和在一个福里面 这各个的事情 哈利路亚 主要给我们一个更加完全的画面 能够看到耶稣基督 你在二千多年前 为我们所做的大事 哈利路亚 这个不是一件小事 是一件大事 是一个空洞 全世界 空洞历史 包括主要 能够继续在人的里面 在人类的里面 能够继续被庆祝 继续被纪念的一件事情 哈利路亚 主要我们今天要高举你 今天是一个福育的日子 哈利路亚 我们要高举你 我们要高举你 我们要赞美你 因为你是一个福育的主 哈利路亚 你是得胜了水亡的神 哈利路亚 你是得胜了世界 所有一切的 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 在掌权 为我们祷告 主我们多谢你 耶稣哈利路亚 今天当我们回到你的家中的时候 我们不单止要纪念 一个二节里面所发生的事 我们要纪念十万节里面 所发生的事 我们更加要庆祝 这个福活节里面 你所造成的事 哈利路亚 祝我们多谢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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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讲之前 今天的主题是说 二月受能 复活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 二月 受能 和复活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 日子 byوا 下个 到 你 這個不是一套電影 它是我們耶穌真實的 在二千多年前為我們做的 我講過他在赫西馬年的時候 他在土地裡 他還有那個選擇 他仍然可以做個決定 到底要走一個十字架的路 或者選擇逃離這個十字化的苦難 十字架的變相 十字架其實是最可怕的一個死刑 上星期我都講過 十字架也是最羞辱的一個死刑 更加是一個奴隱 一個最 最 就是最嚴離最殘酷的一個死刑 只有最壞的罪犯 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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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耶穌那樣死 因為不是所有的死刑 因為不是所有的死刑 都要承受雙手和雙腳被釘之苦 十字架 十字架的痛苦的過程 神經 耶穌的身體 有受到手痛 好象要爆炸 簡單來說 為何它說 不是每一個人的死都要受到 好像十字架的死 而它說這個十字架的死 不是每一個人都要雙手釘在十字架上 而腳釘在十字架上 但或者我們以前沒有認真地研究過 明白過 十字架的死所帶來的那種痛楚 當你做醫生應該十分明白 你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你兩個手不是因為有繩綁著 然後你的身體的body weight 就是你身體的重量 因為綁著 它就可以扎著 不會墜在手裡面 但是十字架的一個認罰 其實是兩個手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那兩個手在釘的裡面 然後還要去支持身體整個的重量 而你們都要明白 它的腳不是好像我們平凡在地上 然後有個腳來支持身體的重量 那你的手的痛楚就不可以減輕 不是 它的腳是如果你要注意到的時候 它是這樣用腳纖 就在它的腳骨裡面這樣扔下去 那你可以明白到 那種的痛楚 它已經是沒有辦法去支持 所以它會盡量用手來支持 用手來支持the next leg 它用手來支持它的重量 它用手來支持它的重量的時候 你不要忘記我們人的肌肉 當我們人的肌肉 即是說到了一個地步 如果over-stress 即是說身力太重要的時候 如果你打個tennis 或者你打Badminton 你打個球的人 你都會明白 你一下傷到肌肉的時候 你如果再要打的時候 你一拼你的手 你的手的肌肉 你沒有可能繼續去打Badminton 或者打Tennis 我也試過他們說Tennis Elbow 就是你一打一傷了你裡面的肌肉 你就差不多 我試過一年到兩年之間 我沒有辦法再打Tennis 因為一打的時候 我整個手的力一出的時候 經過那些肌肉 經過那些肌肉 經過那些肌肉的時候 就很痛 沒有辦法出力的 是完全沒有辦法出力的 你可以想像得到 當耶穌基督他釘在十字架的時候 他的腳已經釘在裡面 他的手也是釘在裡面 因為腳的痛楚 他需要用手來支撐 用手裡面的肌肉 去支撐他身體的重量 但是因為這個十字架 他不是釘在裡面馬上死的 他是經過一段時間 血流盡 我們看下去 當耶穌因為這個痛楚反射式的 用腳把身體頂上來 試到減輕半身的疼痛的時候 全身的重量就落在釘 釘那兩隻腳的釘子上 又是一個火燒撕裂般的巨痛 由中足骨間的神經 從腳掌一直上到腿 上到你的成身 Next slide 你在看的時候 在這樣的掙扎中 發生了另一個現象 手臂的肌肉的力量漸漸耗盡 開始不止止抽筋 然後造成連續不斷的劇烈的疼痛 然後雙手的肌肉失去控制 但是腿也沒有法 將身體再支撐上來 然後 胸肌肉的能力收縮 肌肉因為這樣沒有法操作 空氣沒有辦法進入肺 因此他們沒有辦法呼吸 然後搏命的掙扎 然後最後正斷氣 最後就是斷氣 其實如果死亡 如果是吃藥 你一下就死 毒藥一下就死 槍鼻 其實一下子 一個second 你就要離開 十字架的痛苦 十字架的痛苦 其實他的痛苦 其實因為他不是一 短時間的痛楚 其實經歷了一個很長的一個時間 的撕裂 那個撕裂 直到他整身的裏面 不單止已經被鞭打了三十九下 不要忘記 三十九下上個星期我跟你們說過 每一邊他的鞭頭都有一個勾 每一邊打到他身體的時候 其實你都將他的肉勾 還有撕裂 還有扯上來 還有很多時候他們加上藥 加上藥 受傷的人都明白 如果你有受傷的地方 你不相信的話你試試 你再加點鹽下去 或者加點鮮醋下去 你就會明白那種的痛楚 是會加添很多倍的 當時耶穌基督受的鞭傷 他的鞭是加上一些的藥 就是那個鞭打到他身體的時候 扯他的藥的時候有了傷痕 而這個鞭裏面的藥性 也觸摸到他的肌肉 也會產生劇力的一個痛楚 很多人覺得耶穌基督的死有什麼大不了 有什麼大不了 耶穌基督的死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很多時候因為我們沒有看見那個真實的情況 我們很難的體會 聖經講到 上帝愛我們到一個地步 他身為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今天來到一個世界 來忍受這個十字架的痛苦 忍受這個十字架的痛苦 那個十字架的痛苦帶給我們什麼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 也是今天我要著重的 很多時候我們講一個十字架的苦難 有很多方面我們可以講 但是今天我要著重的呢 是在這個《以弗所詩》第二章 第十三到第十九節 《以弗所詩》第二章 十三到第十九節 那裡講到 我不知道經文有沒有 Next slide 沒有的話沒有所謂 在《以弗所詩》第二章十三到十九節 那裡講到 其實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帶給我們什麼呢 他消滅了人的冤仇 就是說所有的那些仇恨 各種各類的仇恨 我們人生命裡邊 那些被人的無凡 我們人生命裡邊 被人得罪 或者被人傷害 或者所經歷的所有的苦楚 其實聖經告訴我們 《以弗所詩》第二章 第十三到十九節 那裡講得很清楚 他說他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他就拆開了整個 拆了整個牆 為什麼呢 因為人被冒煩 人受傷 或者是被人傷害之後 就會逐去一個城牆 就會逐去一個城牆 是為了保护自己 不再被受傷 逐去一個城牆裡面 因為我們上上都會被冒煩 身為一個人 身為一個基督徒 只要有人的地方 都會有冒煩 冒煩 OK Offence 只要有人的地方 都會被冒煩 只要有人的地方 都會有受傷 只要有人的地方 都會有被得罪 或者是得罪人的一個情況 而我們看見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上 一個最大最大最大的一個能力 一個工作 一個使命 就是要將一個人與人之間的那個牆 能夠逐上來的 能夠將它 猜毀了它 也能夠將人與人之間的那種的仇恨 那種的冤鬱 那種的苦毒 那種的不滿 那種的冤情 將它全部都能夠消滅 這個是聖經講的 它用了那個字 是滅 是滅 即是將它消滅了去 將它拿走去 最近因為我種了一些東西在我家裡 當我種的時候 因為我省地方我就用水種 用水種 其實一個原因用水種 很容易產生一個後果 就是因為有水 它就會有很多那些蟻石 有那些蟻石 你有那些蟻石的時候 它一生出來的時候 你如果不消滅它的時候 它就會越生越多 越生越多 當你看到有那些蟻石的時候 你捉了它 那它就不會 怎樣去消滅這些蟻石呢 它大概可以活7日 7日它就死了 7日它就死了 但是問題就是 在一點點的7日裡面 它可以複製 它可以產生 生產得很快 然後如果你不理它 整間屋 你都會看到很多的蟻石 那你要怎樣做呢 你要消滅它 你一定要消滅它 你要用藥消滅它 你要將所有的水倒掉它 所有的水倒掉它 它沒有水 它就沒有辦法生存 或者你用藥射它的時候 它也沒有辦法生存 那如果我不消滅它的時候 就算是7日之後它會死 但是它在7日裡面 它可以生產 意思是說 你就算怎樣捉 你都捉不完 因為它每一日都會 上上去 它一直不停的生產 不停的生產 這趟幾隻過去 然後你幾隻沒有捉完 它又會繼續生產 繼續生產 你就沒有辦法消滅其 所以你一定要消滅其 聖經講 它講 我們的冤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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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基督已經消滅了 不要讓耶穌基督 白釘十字架 不要讓耶穌基督 白釘十字架 不要讓耶穌基督 釘十字架 白白的受 一個十字架的苦楚 不要讓耶穌基督 不要讓耶穌基督 在釘十字架之前 那邊打 白白的受 這個變傷 當我們藐視 耶穌基督 依止的能力的時候 當我們否認 耶穌基督依止的能力的時候 當我們拒絕 耶穌基督依止的能力的時候 包括當我們不信 耶穌基督依止的能力的時候 也包括我們藐視了 耶穌基督所受的變傷 而使得耶穌基督 為我們受的變傷是白仇的 因為他說 他的變傷代替了 我們一切的軟弱 也医治了我們一切的疾病 代替我們所有的憂魂 代替了我們所有的憂魂 也医治了我們所有的疾病 這個是他說的 是他應許的 如果我們不接受 不相信他医治的能力 也不能夠 即是說 經歷他医治的能力的話 意思是我們就 否定了 他被鞭打的成果 我們否定了他鞭打的成果 同樣的 十字架 我們知道 他不是單單廢除一個憂愁 我們知道 十字架是代替 他代替了我們所有的罪 他赦免了我們所有的罪犯 我們的過範 你說我們的過範和我們的罪 全部都已經釘在一個十字架上 他已經在一個十架的裏面 已經逃沒了 OK 已經逃沒了 wipe away wash away 即是已經洗淨了 已經逃沒了 當我們犯罪 當我們有過範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懂得來到 耶穌基督的面前認罪 也就是說 我們否定了耶穌基督 在十字架上 帶給我們一個 卸罪的一個權兵 和卸罪的一個能力 他在十字架上 已經卸免了我們的罪 他在十字架上 已經消滅了所有的因素 所有的冒犯 人帶給我們的冒犯 冒犯 人帶給我們的傷痛 人帶給我們的傷害 這些所有一切的東西 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已經造成了 已經造成了 這個是在以弗所詩第二章 包括這個哥羅西書 同樣有講到的 一定的事情 然後在十字架上 盛就了什麼呢 十字架上盛就了禍 十字架上盛就了禍 在當中有冒犯的 在當中有被得罪的 當中有被傷害的 當耶穌基督登十字架上的時候 他已經造成了禍 他已經使人和神能夠做一次的和好 也使人和人之間能夠做一次的和好 這個是十字架裡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使命 十字架上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命 當你們做工的時候 你們每一個人的工作都有你們的使命 如果你做電腦的 你的使命就要把電腦裡面所有的program 或者那些問題解決 你的工作就要解決 你的電腦裡面工作的人 他們有電腦的問題 這個就是你的使命 如果你做一個醫生的時候 你的醫生的使命是什麼 當有病的人來到你面前的時候 你能夠將他們的病醫好 或者給他們藥 能夠幫助他們減輕他們的疾病裡面的痛苦 或者他們的疾病裡面的問題 能夠幫助他們 這個就是做一個醫生 你應該做一個徐師 你的工作 你的使命是什麼 你就只要煮一頓好菜 或者好吃的飯菜 使得享用的人 他們能夠開心 他們能夠吃到很滿足 這個就是一個徐師的 一個的使命 耶穌基督的使命 聖經講給你們聽 他就要做一個禍好的工作 他就要消除一個仇恨 他就要除去一個人裡面的所有的格障 他就要成就一個禍 如果我們沒有容許耶穌基督來做成這個事情的話 意思是說我們都沒有容許一個十字架 耶穌基督最後要完成那個使命 他最後要造成的一個使命 代替世人的一個使命 意思是說我們沒有讓他完成這個工作 我們沒有讓他完成這個工作 我們沒有接受他所做的一個工作 而使得他白白的利數一個十字架 三個十字架裡面 有一個是滅亡的強度 兩個其實應該滅亡的強度 這個三個十字架裡面 如果你看一個勞家福音書 勞家福音書第23章 36到43節 勞家福音書第23章 36到43節 其實他講到什麼呢 一個強度 其中一個說 既然你是神 如果你是神的話 你就先救你自己 三個十字架代表什麼 如果你是神的話 你就先救你自己 剛才我說過 那個視頻裡面 我們看見的是什麼 耶穌基督他可以選擇 救自己或者救別人 如果他要救自己的話 他就要從這個十字架上來 如果他要救自己的話 他就要避免離開一個十字架上 十字架之前的變相 甚至乎釘十字架的一個個性 如果他要救自己的話 甚至乎他在釘十字架的裏面 他仍然可以在十字架上面出來 或者是離開 他仍然可以這樣做 但是他沒有選擇離開 他沒有選擇救自己 他叫做選擇救別人 他選擇救我們每一個人 選擇救世人 這個第一個強度 他的態度其實也都是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基督徒的態度有時候 或者人的態度 你可以 耶穌你可以救我 為什麼我在這個環境的時候 你沒有救我呢 思想一下這個十字架 三個十字架裡面的兩個強度 其中一個強度 他的心態 他的態度是什麼呢 如果你真是救主 如果你真是黃 如果你真是這麼厲害的 如果你真是可以救人的 為什麼你不可以先救自己呢 為什麼你不可以先救自己呢 問題其實就是因為那個強度 他不知道他不可以救自己 因為他如果救自己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救他 同樣的其實就是很多事情上 我們的生活的裡面 很多時候耶穌 我們都好像一個強度一樣 強度的心態一樣 很多時候當上帝擁許 或者耶穌基督擁許一些事情 給我們去經歷的時候 其實他的目的 他的原因 是要給我們去經歷這些 所有的事情的裡面 我們能夠成熟 我們能夠成長 我們能夠明白 我們能夠更加體會生活 我們能夠更加體諒人 我們能夠更加知道人生的白態 然後我們能夠更加明白很多很多的東西 很多很多的東西 但是很多時候 當我們在那種的試念 在那種的試探裡面的時候 我們好像強度的態度一樣 如果耶穌你可以救我 為什麼你不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才救我 如果耶穌你真是神的話 為什麼你不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我在這樣的困難裡面 你救我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經歷過這樣的情況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想耶穌基督 可以將我們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將我們帶出來的時候 耶穌基督却母將我們帶出來 却母將我們帶出來 反而容許我們 他經歷病痛的掙扎 經歷病痛裡面 所有的那種辛苦 昨天在一個執事的會議裡面 其中一個執事 他做了一個見證 他做見證 他說昨天早晨的時候 他在上帝的裡面領受到 他回憶他耶穌基督的壽難 和他釘的邊相 他說因為他身體有癌症 因為他身體有癌症 他在食藥的裡面 或者在花療的裡面 在食藥和花療的裡面 他的身體其實也有一些副作用 也會產生一些副作用 你不要看他是一個醫生 他是一個醫生 還有他不是一個普通的醫生 他是一個專科的醫生 是很有經驗的一個醫生 是很有成就的一個醫生 他分享這件事的時候 他說什麼呢 他說其實昨天 上兩個星期 他身體裡面很不舒服 因為受化療的時候 身體裡面有些副作用 使他身體裡面有一些很辛苦的感受 那種的辛苦 使他去體諒得到 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的時候 耶穌基督受難的時候 他說給他更辛苦百倍 給他更辛苦百倍 讓他能夠更加感受到 耶穌基督為他而死 為他受難的經歷 因此他要感謝主 因此他要感謝主 能夠給他明白 Hallelujah 給他經歷到這些事情 第一個強盜的態度 他就覺得 如果耶穌可以救我 為什麼你不救我呢 問題就是 如果耶穌基督有時候 如果他將我們 在那個情況裡面救出來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學習更多的東西 第二個的強盜 第二個強盜的態度是什麼呢 他說 求你國降臨的時候 當你國降臨的時候 求你救我 求你紀念我 耶穌他講什麼呢 他說 當你國降臨的時候 求你紀念我 其實這些都是很多時候 我們人的態度 就是說 耶穌帶了一個很謙卑 第二個強盜 他是帶了一個很謙卑的心 他說 如果你的國降臨 他說 他 怎麼說呢 他 摘罵 這個隔壁那個強盜 他說 你死是應該的 你釘個十字架 是應該死的 他們兩個都是應該死的 但是他說 這個人 他說 這個人 他所犯的 是他不應該受的 是他不應該死的 他說 你為什麼還有這樣的權 要去摘罵 摘罵 摘罵耶穌 他說這個耶穌呢 第二個 這個強盜 他講的是什麼呢 他講到 就好像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 來到耶穌基督的面前 我們帶著一個謙卑的態度 耶穌 如果這個杯 是應該受的 主啊 願你的旨意成就 如果這個杯 是不應該受的 求上帝你 能夠拿走這個杯 赫西馬連的禱告 如果這個不是我應該受的 你將這個杯拿走 如果這個杯是我應該受的 那你幫助我 能夠 即是說 即是說 經歷這些 我們人生裏面 必須要經歷的一些事情 當一個小孩子 他們長大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容許他們跌倒 當他們開始學行的時候 他就永遠都不去學行 當一個小朋友長大的時候 如果有時候他們發病 我們如果 將他們保附到一個地步 將他們放在一個無菌的房間裡邊 或者一個環境裡邊 他從來都沒有接觸到微菌的話 那麼他的身體裡邊 就揭曉了很多 很多的抵抗力 意思是說 很多時候耶穌基督 容許我們 經歷很多的環境 其實是為了對我們的人生更好的 是對我們人生更好的 最後我們要看的是復活 我們要看的是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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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更好的 我們要看的是復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来 看安放主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必须回城里告诉其他人 一起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夫人 你为什么哭 你在找谁 先生 你若把她移走了 请告诉我安放的地方 让我去娶她 玛利亚 老婆你 不要摸我 因为我还没生上去见我的父 你到我弟兄那里 告诉他们 我要生上去见我的父 尽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 尽你们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 你们平安 你们为什么烦愁 为什么心里起一念呢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魂无骨 无肉 你们看 我是有的 这里有吃的吗 这就是我从前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 赦罪的道 从一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地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父子娘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在这三个的影片里面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 在一个星期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从耶稣基督二节的时候 如何在赫西玛年祷告 然后经历一个十字架的路 人之后 有个